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些珍贵的文物刚才我们看到 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 由于我们的壁画彩塑 都是一些用土 泥巴跟草 还有一些木材跟矿物原料来制作的 它非常脆弱 在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间 产生了很多的病害 但是随着现在旅游业的发展 到东黄去参观访问的游客越来越多 使得旅游业带给我们壁画彩塑的破坏 潜在的威胁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对比照片 这是1908年到2000年之间的变化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个自然因素对壁画造成这个破坏 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牙体的这种风化 包括洪水 我们去年6月16号 今年的6月6号 有两次洪水 这是我们在墨高库的历史中 我们可记录的历史上是没有见到的 所以这次对墨高库的整个环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 所以随着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个加剧 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极端气候 对我们这种干旱环境下的这个文物 它的影响呢 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面对 而这个刘业刚才说到了 刘业现在这个发展 可能对我们的这种脆弱的这个壁画和彩塑 造成一些潜在的影响 我们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 我们1984年到东黄茂高库参观的游客 只有10万人 到了98年 20万 到了2000年以后呢 就是30万 到了去年 就是2011年达到60万 今年呢 肯定要突破75万 而且在今年的黄金周 就是我们大陆有黄金周 10月1号到7号 我们每天的游客都超过1万人 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万8 就超过我们的合理承载量的6倍 所以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使得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改进我们的这种参观模式 大家如果去过的这些朋友会知道 我们的洞库是非常小的 我们真正可以提供给游客来看的洞库呢 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现在是每一组游客 可能20到25个人 由我们收到精心培养的这些讲解员 带着他们进去洞库参观 然后在洞库里面讲解 这样呢 我们可能 这个就是游客的一些现状 而这些游客进到洞库里头呢 它会导致洞库里面的相对湿度 温度 二氧化碳都急剧升高 这是我们现在跟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 共同做的一个研究项目 就是洞库游客承载量的研究 就我们的结论呢 就是达到3000人 就是每天的游客3000人 这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超过3000人 好多洞库 这个二氧化碳温度 湿度都会超标 而且我们在实验室做的研究表明 就是温度 湿度 它的不断的这种变化 会导致我们脆弱的这个壁化 产生病害 或者是对现在已有的病害 加速它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 这样一种现状 就是如何来解决 我们面对的这些困境呢 实际上我们在过去的70年中 就是1944年成立东黄艺术研究所 国立东黄艺术研究所以来 都在不断地探索 就是如何来保护 我们如此脆弱的 这个东黄的壁化和彩塑 到了80年代 就是1987年 莫高库被教科工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就是满足所有六条标准 这是在全世界 复合六条标准的遗产 只有两处 一处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一处就是东黄的莫高库 所以这个遗产的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在过去的70年中间呢 我们几代的东黄人 都在寻找如何来保护它 如何让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现在呢 这个旅游业有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影响 所以我们不能牺牲 我们祖先跟我们留下的珍贵的遗产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解决方案 然后才能更持续地进行我们的弘扬 更持续地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代 所以这个抢经性保护呢 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是我们40年代来建一个围墙 然后先挡住人的这种破坏 然后过去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 看到的这样一种破败的景象 因为在明代以后 这个墨高东黄这个区域呢 就是在通过甲义关封关以后 几乎没人管了 没人管以后 这个自然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到了50年代以后 就上世纪50年代以后呢 我们中国政府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视 这个在中国的西部偏远地区的 这么一个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加固 然后到了80年代 以后我们开始了国际合作 跟美国盖体保护研究所 跟日本的东京文化站研究所等等 这些国际机构进行合作 使得我们的保护呢 进入到一个科学保护的阶段 开发了一些 就是壁画的修复 保护修复的技术等等 我们还对这个沙漠 就是墨高库背后的一个 沙山的 它的封沙对墨高库影响的 这样的一种防治措施 现在呢我们有 整个的对墨高库 进行一个完整的监测 当然这个监测还是初步的 从明年开始 我们会建立一个更加 周密的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监测体系 我们现在在60个开放洞窟中间 进行的温度 湿度 二氧化态的实时监测 可以随时让我们管理人员 来了解这个洞窟的它的一些环境现状 也可以让游客看到 能够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一些开放的措施 就是尽管我们采取了很多的 这种抢救性的 或者科学的这种物理的保护方法 或者是监测的一些预警的保护方法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永久的 可持续的来保存这些 这些珍贵的文物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上个世纪 80年代末 就提出了利用数字技术 来保存东航的这个 珍贵的这些笔画和彩塑艺术 但是这个道路是非常的艰难的 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 进行了不断的探索 大概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结论 最后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到了99年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从2000年开始 就是2000年开始 这个随着数字技术的一个突破 使得我们数字东航的这个计划 可以能够实现 到2000年 我们跟在美国煤龙基金会的支持下 我们跟美国的西北大学 还有中国的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 共同合作来真实 就是启动了数字东航这个项目 现在呢 这个数字东航的这个工作呢 已经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快车道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专门的数字中心 大概有50多位 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员 这个专业也是比较齐全 而数字东航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建立这个数字东航 这个项目 要做什么呢 首先当时我们想的就是永久保存 没有想到其他的 就永久保存 然后有学者来进行学术研究 还可以提供给我们做保护的人 来进行一些保护的研究 但是后来呢 我们觉得 随着这个旅游业的发展 随着我们这些理念的不断地提升 我们希望能够用数字东航的资料 利用到我们开放 利用到我们弘扬的这个 这些工作中间去 所以说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展示 利用的这个时间呢 是非常晚的 也就是在这几年才正式提出了 就是我们等一会儿我会讲 讲到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项目 这个数字技术呢 可以达到永久保存 永久保存呢 它的手段呢 就是用数字技术 你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技术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个技术 可以达到永久保存东航的这个艺术 所以这个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我今天 当然只听到了两位学者的演讲 我明天后天 我会持续地来聆听大家的这个报告 我希望 我也相信 能够获取更多的这种信息 来使得我们东华的这个数字项目呢 能够向前推进 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一些 数字化的关键技术呢 就从首先是高分辨率的这个图像采集 到这个智能拼接 到这个多焦点的对展 然后定位测量 还有三位的数字化 到虚拟实景 最后我们成为形成一个数据库 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 就是海量数据的管理 如何管理 如何使用 关键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流程以后 形成的这样一个数字东黄的资源库 如何去利用 这是我们恐怕是今天在座的 很多专家或者是其他朋友 可能很关注的问题 因为数字技术 采集这些存储 应该是非常成熟了 我们如何把它 利用这样的资料 让我们普通的大众能够了解东黄 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 人间镜头这个 这个 节目以后呢 我是非常 非常兴奋 也非常欣慰 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 当然这个数字化的任务呢 是非常繁重的 我昨天跟那个汤姆 我们都在聊天 他一个人在做西藏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团队 在做东黄的东西 所以我就为他的这个行为感动了 他一个人在做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 我相信我们一个团队 来做东黄的人 一定是会实现的 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现在呢已经完成了 就是50多个洞窟的 这个数字化采集 与虚拟漫游的制作 我们通过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99年到2012年 这个数字化工作的进展 我们从去年开始 这个速度就加快了 这就是一个方面 我们有一定的人才 另一方面 这个技术已经逐渐地成熟 我们可以有这个条件 来加快数字东黄的进程 当然这个 刚才那个林先生他也说到 或者是旧金山博物馆的两位同事 他们也说到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金钱 有资金来支持的 这是我们一些数字化的成果 我们可以达到1比1的 就是高保证的这样的显示 让我们的学者 让我们的一般的游客 观众都可以来享受 这个从我们过去的75个DPR 就是这个分辨率 到现在我们可以达到600个DPR的 这样的分辨率 所以不同的用途 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这样的 清晰度的数字化的产品 这是我们对塑像进行了一些尝试 过去我们在塑像的三维再造 这方面我们确实是没有解决的一些难题 现在我们也在尝试 甚至到了三维的打印 当然三维打印现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也是在这方面做一些探讨 在这个数字化技术的 这个数字东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感谢那些长期以来 给我们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的一些机构和专家 在刚才我提到 在2000年在梅伦基金会的支持下 东黄研究院跟美国西北大学来进行合作 当时都是二维图像的这样一个凭借 75个dpi的清晰度 但是没有过去我们这个基础的话 我们达不到今天的600个dpi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感谢他们 我们要感谢还有我们中国大陆的浙江大学 武汉大学等等 利用他们在某一个方面的这种技术的优势 来支持这个数字东黄的这个项目 使得大家对不同的技术 能够形成一个合力 来实现数字东黄的这个项目的成功 我们还跟微软亚洲研究院 进行了一个有突破性的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过去呢 对这个佛刊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佛刊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拿一张照片去拼到这个地方 现在呢他们专门为东黄就是开发了一个 10亿像素的这样一个相机 它可以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定位以后 能够按照它的景深来全息的来获取这个佛刊的信息 这个技术确实是比较先进的 解决了我们在这个洞窟全部数据的获取方面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过去我们只是一张照片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一个三维的这样一个图像 非常的真实的 我们还跟台湾大学进行一些合作 但是可惜这个 今天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演示 它是 这个可能软件有点问题 如果下面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下交流 这是对我们61窟五台山图 把它做成一个动态的 能够再现 就是当时他们那些情景 根据跟我们的一些搞艺术史的专家 搞历史的专家来合作 来做这样一个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 当然我们昨天也看到的 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来的就去看 会在未来的这几天 我希望你们去感受一下 这个人间镜头 这样一个数字节目 非常震撼 但是尽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但是我觉得这个开端是非常好的 就证明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技术 完全可以来支撑东华的这样一种展示 全方位的展示 我希望我们东华研究院能够继续 跟香港城市大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来合作 不断地把这个数字东华的数字展示 来把它做下去 就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 是遗产事业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展示 让更多的人了解 这样珍贵的人类的文化遗产 然后能够 因为东华它是一种不同文明的一个 一个接近 我们在今天了解东华的时候 我相信会使得我们现在的人们 能够相互理解 相互理解 凡是就是说 你越是民族的东西 可能越是世界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世界的角度 去理解东华 去认识东华 其实实际上 这是我们过去的一种传统的展示方式 就拿我们的一些临摹画 拿一些复制洞窟 到了这些博物馆去展示 当然这个展示在过去确实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现在加上数字技术的话 这个展示可能就是 更是全方位的 而且是形象的 就是非常形象的动态的这种展示 所以数字技术 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手段 更好的一种手段 包括一些虚拟复原 我们都可以跟美术专家 跟科技专家来合作 对我们就是这种过去消失的 就是自然破坏 或者人为 人为破坏的这些壁画 进行一些复原 还有虚拟漫游 因为软件的问题 我也不想再多去展示 实际上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同事 他们来开发的 我们也做一些动漫的制作 我想把这个也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我们两个年轻人 他们做的一个舍生四虎的 就是壁画里头的舍生四虎的 这么一个故事画 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动漫的形式 向我们的学生 向我们的这些观众 能够展示 这个佛教艺术 它的一些背景 怎么传到东黄的 这幅一环的将心合在 是它在千载之后 被认为佛教艺术的奇葩 一千五百年过去 我们已变得彼此陌生 还是仍存有沟通的契机 在绵延千里的丝绸之路上 有一座人类文化艺术的宝库 敦煌墨落后 虔诚的信仰 千年的银剑 造就了这里的浑厚与绚丽 其中开造于北魏中期的 第二百五十四号洞窟 完整地保存着 一千五百年前的原创 虽然创造洞窟的将士们 早已在历史的风云中远去 但他们的作品却穿越时空 与我们进行着心灵深处的沟通 进入第254季 人们就会被他清凉的蓝色调色吸引 佛教故事话舍身似乎会于空内南壁 他以精密独特的构图 传达出镇定精密的情感 吸引无数艺术家为着倾倒 堪称人类艺术的回报 让我们走进这幅壁画 体验1500年前 他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 因为手绘是很多壁画的一些细节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能够让搞美术的 搞历史的等等 去解读这幅壁画 所以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不想更多的占用 如果下面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跟台湾大学的一个 这是61库的五台山图 就是这种地方的占用 一样的一种 这种占用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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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种占用的占用 这种占用的占用 我们下来就切成了 所以这种占用的占用 这个片子最近刚刚在土耳其 在土耳其进行了展示 它会对一些细节 会对一些里面的人物让它动起来 所以我为了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想再多谈了 下面我想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非常大的项目 就是东方茂高窟游客中心 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在2003年提出来的 经过了五年的弄震 到08年终于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立项 现在这个进展尽管非常缓慢 但是还是前景非常好 我想介绍这个 为什么要建这个游客中心 就是现在我们刚才我刚才讲了 就是游客到了那个地方 以后呢 分成组 每个组20到25个人 然后由讲解人带着他们进去参观 然后讲解 因为这个佛教艺术呢 实际上它是非常比较深奥的 现在我们现在就是现在人对这个佛教 它了解不是很多 必须要有人讲解 才能理解在这个墙上这么精美的这些绘画 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它的内容等等 尤其是像西方的一些游客 就更加不能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 就是说认真地去 跟这些游客去讲解 这样呢 在洞库里头待的时间呢 就非常长 待的时间长了 这个二氧化碳 湖出的湿度 温度都会增加 而且我们的洞库呢 非常狭小 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的合力承载量 是3000人 但是现在几乎是 到了夏天 每天都超过3000人 都在5000人以上 我们如何来解决 这个保护与旅游之间 这样一种矛盾 你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 必须找到一种方法 洞库是有限的 但是游客的这种兴趣 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2003年 提出了这样一个项目 能够 师傅能够利用数字展示技术 把游客的一部分时间 把它留在外面 减少游客在洞库里头 里面的停留时间 这样我们可以放大 这样游客的承载量 就是洞库游客的承载量 所以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后来 我们把这个游客中心的选址呢 选择了立墨高库15公里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15公里的范围内 实际上都是墨高库的保护范围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戈壁滩 对不起 这个戈壁滩呢 这全是墨高库的保护范围 我们不仅要保护墨高库的本体 我们要保护墨高库整个的环境 让大家能够理解 为什么当时会在这个地方 开到这样的洞库 所以这个选址呢 还是非常讲究的 这是我们的一些设计效果图 就是这个建筑的设计呢 它是融合了东凰墨高库 壁画里面飞天的一些元素 还有东凰当地的这种戈壁沙漠的 它的一些元素 这个建筑呢 应该是得到了很多建筑学家 还有包括一般的公众的 这个认可 这是内部的一些情况 在这个游客中心里头呢 我们主要让游客要看两个电影 一个就是反映 东凰墨高库 它创建的历史背景和自然背景 还有它的从开床到顶分 然后到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让游客再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在做了一些工作 使得在游客到墨高库这个现场的时候 它很多的背景知识它已经理解了 它已经理解了 到现场它会更好地去来反思 或者是来思考这个洞窟里面的这些艺术 这个片子呢我也不想再放了 不要耐务时间 这名字叫千年墨高 墨高库创建真正一千年 从四十几到十四十几 这是一千年它发生的一些故事 第二个片子呢 就是用秋木技术 就是用秋木这样的一种展示方式 来全景式地展示我们每个洞窟的这个艺术 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呢 我们包括了六个洞窟 包括了六个洞窟 再加上它的一些外景 所以这就是利用秋木技术来展示洞窟的艺术呢 这应该是在全世界是第一次 全世界第一次 这个经过了大量的这个技术公关 我们从03年就开始 一直到08年 这个技术就是可以说解决了 但是在08年以后呢 我们技术又在不断地改进 又在不断地改进 我们是与美国跟香港 还有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技术人员 一些组织 共同来做功课了这个难关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应该在明年的一月份 整个这个节目 包括它的音乐 包括它的这个配音等等 全部要完成 前段时间 我们到了美国的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 它的秋木里头 播放了我们285的这样一个样片 得到了美国一些同行的一些认可 非常震撼 这个也是非常震撼的 我这边是平面的来展示一下 这是285的一个 在那个秋木里头呢 是非常好的 现在我们用8K的技术 8K的这样的技术 原来我们在初步设计的时候 当时是4K 但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达到8K了 所以将来我们在洞库里头看的是非常清晰的 我们还可以加入其他的一些技术 对一些重点的部位 重点的内容 做加以阐释 非常抱歉 本来是这个音乐非常优美的 因为技术的原因 现在呢 这是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情况 这个确确实是花了我们大量的经费 因为它的设计比较独特 使得这个 所用的经费呢 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建筑的经费 一般的建筑的经费 就是超干算超得非常厉害 这是在建设过程中 我们差不多快结束了 这是我来之前拍的一张照片 这是冬黄 你看夏天跟冬天的这种反差 非常大的 它是做的 就是相当于从这个戈壁里头 长出来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立面 这个墙的立面 都是一个这种杀利石的感觉 不是现在的这种磁状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材料 应该是跟这个环境 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项目呢 我们计划是明年的11月份 能够真实 就是能够试用营 然后开始调试 2014年的5月1号 我们正式对于尤卡开放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 能够真正的解决 墨高库的保护 与这个开放 它之间的一个矛盾 这就是数字技术 带给我们的一种希望 我也预祝 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技术 就是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家 能够更多的与我们 博物观领域的专家 跟我们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家 能够紧密地合作 大家共同为 保护这个遗产 展示这个遗产 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他们能够提供 他们能够提供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观众 他们的观众 他们能够提供 他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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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提供 他们的观众 没有进行到 这些问题 非常非常好 这是我们未来 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划 今年呢 沙拉还有我们 来自大英图书馆的 搜寸 他们到了东华 我们召开了一个 国际咨询会 就是数字东华 资源库的 这个国际咨询会 现在我们 大量的这样的 数字东华的资料 我们不能 作为自己的私有餐产 我们必须要公开出去 让所有全世界的学者 还有普通的公众 能够来分享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个数字资源库的建设 它是需要一个非常 比较完美的 这样一个设计 我们现在已经 根据他们专家们的 这个咨询会的一键 我们现在正在 做原数据的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在 未来的三年中间 能够完成 这个初步的一个框架 然后逐步的向学者 还向普通的观众来推送 而且我们 刚才他们也讲了 这是现在这个博物馆 这些网站呢 非常的出击 我们现在的这个 东华研究院的网站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 设计的 远远不能满足 就是能够 让更多的 就是国际 国际上这些 学者和公众 能够了解东华 我们现在跟 国内的几家 技术能力非常强的机构 来合作 开发了我们的网站 2013年 就是明年的1月1号 正式对 所有的公众开放 我相信 我们的这个网站 会不断地 把我们东华的一些信息 推送出去 不仅仅是一种平面的 还有一些文字的 或者图像的 我们还有三位的 这样的展示 当然这个里头 有一些数据安全的问题 大家可能都会谈到 但是我觉得 这个数字技术 它一定能够解决 这个数据 就是数据的安全问题 我们不要在这方面 就是过多地去担心它 这个既然是人类的遗产 我们必须要让人类去分享 这是我自己的态度 谢谢 许东院长 你那个报告当中 开头提到那个 对保护最大的担心 就是游客的呼吸和湿气 和它的二氧化碳 那么对那个游客量的 对那个产生物质性的振动 就是来来回走路 这个振动这方面 有没有研究 对洞窟的保护 是一个什么样的 负面的影响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在几个洞窟 已经放到 放了这个微地震仪 就是微地震仪 然后来测算 实际上这个游客 带来的震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我们就做过一些监测 这个监测是什么原因呢 是在莫高窟附近 就是15公里的地方 要扩建飞机场 我们就提出来 你飞机降落起飞 会不会对莫高窟产生影响 我们进行了监测 测试的结果呢 是飞机场对莫高窟的影响 是几乎是没有的 恰恰是这些旅游大巴 就是这些旅游大巴对它的影响 然后是游客 就是游人的这种主动 对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 就是震动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 就是做这方面的监测 然后拿到准确的数据 它对这个壁画和采塑的影响 究竟有多大 我们会采取哪一些 就是预防性的一些保护措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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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院长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其实敦煌从 就是像您说的 从80年代中期 一次跟很多国际机构 很多合作 那么在将来 会不会还有就是 更多的这种 跟国际合作的新项目 除了您现在说的这个数字化以外 还有您刚刚说的环境啊 保护研究这方面 还没有新的合作项目 跟国际方面的机构合作 我们现在的合作伙伴 已经扩大了很多了 现在跟日本的高等研究所 国际高等研究所 就是在这个地震 还有微震动这方面 做一些合作 还有它的这个水汽用衣方面 做合作 然后跟英国的 龙东大学 考特尔的艺术学院 在人才培养方面 就是笔画保护的人才培养方面 做一些合作 我们还现在正在跟那个瑞士的 贝奇基金会 他们也请了一些 德国还有瑞士的一些专家 甚至意大利的一些专家 然后跟我们做一些 就是笔画保护方面的合作 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合作 可能将来是我们的一个重点 在数字技术 展示方面 尤其是展示方面 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 现在在这个香港东旺之友 在为我们筹款 也为我们牵线 引进一些合作伙伴 我们在美国 也成立了东旺基金会 就是这个主席呢 是咪咪盖茨 他原来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他现在在美国发动一些 关心支持东旺的一些朋友 来成立了东旺基金会 也在美国进行一些筹款 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这两个机构呢 是在推广 就是推动东旺艺术的 这个传播方面 我觉得应该能够起到 更大的作用 不仅仅是筹款 我觉得筹款是一个小的方面 应该是在推广这样 东旺艺术方面 会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朋友能够介绍一些 在某些领域 就是顶尖的一些专家 或者机构 能跟我们合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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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visited Donghua five times and I admire appreciate the efforts by our colleagues in Donghua I have one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I only ask very good friends of mine why do you do digitization please answer one purpose not two or three because for marriage we take different pictures than the passport so what is the purpose of digitization what is the purpose scheint 的问题 可能是 有不少的朋友 会问到这个问题 这个数字化的目的是 当时我们在80年代 末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 这种脆弱的 这个物质的载体 它随着自然 这种因素的影响 它迟早有一天 是会消失的 所有物质的东西 它都会消失的 尤其这种非常脆弱的 但是数字的东西 它会永久的保存 当时我们就想 通过一种数字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 当这些东西 我们珍贵的艺术品 有一天看不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数字的东西去看 这是当时最早我们的唯一的理由 没有想到其他的理由 然后现在呢 我们当然用途更广了 就是包括这个数字展示等等等等 提供专家去研究等等 当时就是为了保存 就是永久保存 谢谢 谢谢